其实它这边的属于是一个价格洼地 目前属于是一个东区的一个价格洼地 大洛杉地区的这个住房要求是逐渐再向东区蔓延的 人口就慢慢往这边流吗 那边有这边有什么新的大企业就业啥子有吗 像Ontario那边有围着这个Costco和大华 有很多的像Amazon啊 还有E&O的这个仓库都是在那里 这边现在是年轻人多吗 基本上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的 其实这边的租售比非常的好 像四房左右的小四房可以租到3000多块 四房这多少钱五六十万 这边四房是大概是63万 63万你放个百分之一般投资房你放个25% 你放20利率比较长 你放25%可能带个15万左右 带个40来万那就基本上能cover掉了 对所以说如果想买投资房 其实这里是稍微是有一点远 对于咱们华人来说 但是它的性价比是真的不错 对这可能比你住什么其他地方 要稍微差点没那么方便 但是这是去比方说购物啊什么的 你刚才我听你说去什么Costco 其实这附近的商圈也非常的成熟 像旁边有Walmart 有电影院啊像窩棍啊这些超市餐厅都有 但是如果想去大华的话 最近到Eastville的东谷的大华和Costco这个商圈 大概就十几分钟的车程 那其实完全OK 对然后如果是上学是在UCR的话 也是十几分钟的车程都非常方便 那其实你要是就是在这只要沾一条 你在这念书啊或者这稍微在这工作 这是完全OK的 这主要就是确实便宜很多 对那个年轻人来讲 对基本上这个价格 咱先别说别的county 就Riverside County来说 像Chino的Preserve啊 现在它本月也是有一个 要KB Home要开盘 然后它基本上是不带拽位的是70多万 带拽位的是80多万旗 那边呢是基本上可能会去到Chino Hills的商圈 或者和Eastville的商圈 对所以说都差不多 但是它院子是绝对没有这个大 这个其实适合 我觉得适合就是适合年轻人 你不可能一辈子就这一个房子嘛 对很多时候你先上车比什么都强 你先买一个 而且能参加咱们这个手套的这个住房计划 今年这个计划其实限制很多 去年收入那个上限也高 嗯你在Rivers County那种地方 你买个211-220的房子 嗯嗯 你能从收入房子拿40多万 嗯这样 然后当然今年就调了嘛 今年就可能就不让你转这个空子 说我给你个上限就15万 那你15万基本上就是 精准辅助大概60到70万 75万的房子到头上 再多就要自己补点钱了 嗯 但是他也有一个上限最多放5% 所以他把那个房价基本上给卡到那 嗯 那我现在其实有一个客人对这边比较感兴趣 然后他是需要什么资料来申请的这个呢 这个是这样4月初的时候你先得拿preproved 这个是查收入的嘛 他肯定你收入什么得够你 你挣多少钱能带多少款买多少钱房子 然后先得找那个卡尔FHA的那个approve的lender给你出个preproved letter 然后帮你你要去注册放在那等就跟那个H1B抽签似的 因为月底所有的人都注册完了他抽签 我听说他是父母也不能有房产吗 对他今年要求一案你自己本身你不管几个贷款人你所有的购房者必须是first time home buyer 外招也不行外招如果有房吗 也不行 也不行 对就是你自己名下是不能有房子 嗯 然后呢同时假如说是两个购房人的话 至少得有一个购房人还得是first generation home buyer 你自己七年之内不能有房子 然后你也没申请过房贷 你也没在房子title上过这种 这是第一个条件 第二个就是说你爸妈也不能有房子 哦 我觉得我这个客人还挺符合的 他爸妈首先他不在这边 那肯定是没有房子 然后他们的自己是可以做这种查收入的这种 然后每个月小两口大概是不能超多少呢 呃这边可能低点十几万 大概比方说ROA County今年是15万五 然后其他地方不太一样 就是两个两个人的家庭的收入每个月不能超过一万多 哦对别太高那种 那他们可能还真符合 对今年其实更科学了 嗯 提前准备的话是可以的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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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